无缘世界杯的球星伊布 对于40岁的瑞典神风来说 今年是他参加世界杯的最后机会 但随着瑞典被波兰淘汰 伊布最后的世界杯梦想也破碎了 作为曾经梅罗之后的世界第三 伊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罗黑 当C罗对自己的油纹倒钩赞不绝口时 伊布则在镜头面前默默补上一刀 只有40码开外的倒瓜金钩才算得上世界最佳 时间回到2013年 瑞典和葡萄牙在世界杯附加载相遇 伊布在载前放出狠话 要给C罗好看 而C罗什么都没说 虽然当时的伊布已经32岁了 但他的投球仍然是球队的进球法宝 可以在C罗进球后迅速将比分扳平 而他的重炮射门也依旧精准 可以瞬间让葡萄牙的球门沦陷 但比分落后的C罗却气定神闲 他用帽子戏法征服了所有的球迷 也让葡萄牙笑到了最后 对于伊布来讲 他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便是2018年 瑞典淘汰意大利闯入世界杯 可他却因为嫌弃国家队的阵容 与世界杯失之交臂 2021年伊布重返国家队 这一次他显得十分低调 尽管不为球队视为头号核心 但他却依旧任劳人员 可惜瑞典最终还是被波兰淘汰 在大家看来 无缘世界杯对伊布来说是一种遗憾吗